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当时跟大家讲了白化佛法无我 今天跟大家稍微再延伸地讲一点 无我 所以我们学博人的一切的观念 就是你的想念 你的观念 你执着的人间的一切 人和他的事 只要你觉得有我在当中 那你就无法真正找到无我的境界 所以每一件事情和每一个人打交道 只要你还觉得有我 那么这件事情呢 你就会有私心 举个简单例子 今天你要帮助别人 但是你说我在帮助别人 和你纯粹地去帮助别人 那就是一个不同的概念 无我的去帮助别人 那就是一个存善 如果有我的 那你有目的了 你至少让他要谢你了 要感恩你了 我今天在帮助你 那这个境界就掉下来了 所以无我两个字听上去 是空的 因为无我了嘛 感觉上是空的 但是没有我 这个我在不在 还在 那么怎么样来 把自己无我的境界 用在有我的事和人上面呢 就是要懂得 怎么样用自己的境界来做事 所以讲到这里 很深层地讲 每一个人实际上做一件事情 有的是用我相在做事情 众生相受者相 很多的着相来做事情 实际上你应该用你的境界 你的境界越高 你离开了这个我相 你无我的去做事情 那么这个我字就是一个空相 虽然讲有我 但是你没有用我 那么它只是个名称了 名称而已 所以一个空无的有我的观念 就是这么产生的 没有我 空无 但是呢 又有我 这个我只是一个观念 只是一个名称而已 所以这就是佛法的精髓 就像我们在马路上 别人不认识你 但是人家可以叫你先生 女士一样 但这个先生女士 并不是指特定的某一个人 就是告诉你 这个不是一个特定的 不是针对你的 而只是一个泛泛的 一个名称而已 叫谁都可以的 如果别人叫你先生 你可能就无我了 因为你不知道他认识不认识你 这是随随便便 人家叫一个名字 你可以看一看 无我 因为他没叫你的名字 所以你可能就可以放下 别人在叫其他人的名字 你当然就放下了 别人在叫先生啊 女士啊 你不一定会执着 但是别人叫了你的名字 你就放不下了 那么叫的你这个名字 是不是一个假名 是的 还是个假名啊 如果你境界高了 你知道这是个假名 你就不会被人间的烦恼 和他的叫声所缠绕啊 就像很多人 心里素质很好 别人在骂 骂人 你心里素质好的人 不会把自己的名字套上去的呀 而有些人就往自己身上套 套到后来就跳 他在骂我 肯定是在讲我 所以这就叫心里素质和心里的境界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 佛经就是让我们要学会 知无我 批放下 所以要找到生命的本源 看清这个我 只是生命当中的一个我像 并非是佛的境界的我 就是一个假名的我呀 哪有真正的我呢 你看看佛经有三藏十二部 想一想 很多经文是靠 你自己修心 慢慢来开悟的 是靠你自己的修持 一个人如果能够忘记自己 满脑子都是别人的人 他就是无我呀 那哪有自己呀 如果一群人只为了别人 而想不到自己的 那么这一群人就是无私的众生 因为他的脑子里都是别人 那么就是无我的众生 所以境界就这么提高的 你们想一想 佛说法四十九年 释迦牟尼佛认识到世间 一切都是无常的 都会变来变去的 但是到最后一切 都不属于我的 也就是说 你们所认为的一个我 实际上它是一个空的 是一个不存在的假名称而已 如果你们平时做人 用这个观点来生活 你们就不会生这么多气了 他在骂我 跑到我巷了吧 我划不来了 我没得到啊 我心里不开心啊 这个我一拿掉 这个主语没了 那一切都在空性当中了 所以最后这个我字都是空的了 所以同样的人世间的一切苦难 实际上都是空的 人世间的一切的 法喜啊 快乐啊 幸福啊 它也是空的 因为我主语是空的了 所以没有真正的快乐 也没有究竟的幸福啊 你们说什么叫幸福 幸福就是要永远幸福才是幸福 短暂的幸福 给你带来的无限的痛苦 它没有可以一直储存幸福的一个道场啊 因为人道 它是不能储存永久究竟的幸福生活的地方 所以一切都会过去 那就是佛教界讲的 一切皆空啊 这世界上一切都空了 所以幸福不会永远 苦难 无法把握 你们告诉师父 你们能把握苦难吗 太多的劫难了 让你们沉浸在痛苦当中 而不能处理呀 你说你今天苦了 你知道过几天又有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你今天发生过什么事情了 你再过一个礼拜 过一个月 又发生了什么呢 一切都是在苦难当中 一切都不会存在于永远之中 所以变化当中 我们想抓住幸福也抓不到 苦难当中 我们想离开它也离不开 所以想让自己离开 苦空无常 苦我 那只是个名字 这只是个名称而已 所以佛法说苦也是空 快乐也是空 因为我们在行空啊 在行空 所以真正的要想离开 就是处理 解脱 最好的方法 就是要记住 我们本来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是给了你一个名字 只是个虚幻的我 这只是个概念 有我 所以过去人家说 借尸还魂 这个我就变掉了 那个到了那个人的身体上 变成个你了 所以很多人很可怜 一辈子抓住自己赚了这点钱 一辈子抓住了自己所拥有的一点名利 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 你连名字都不是你的 你连你的肉体都不是你的 这是个概念 所以佛在世的时候 很多佛的弟子 依教奉行 根据佛陀的教育奉行 他们都证得了无我的境界 也就是说你们现在学佛人 必须证得无我的境界 怎么证得啊 不跟别人争 就是无我了 因为只有我 才会跟人家去争啊 我要跟他争 我要跟他比美 我要跟他比什么 我 离不开的 无我了 你跟别人会闹吗 会跟别人吵吗 无我了 束缚没了 我跟别人争了 因为没我了 人家在骂人 无我了 你不知道他在骂谁啊 人家跟你斤斤计较 你无我了 你不跟他斤斤计较 是不是减少痛苦啊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 因为他们证得了 无我 因为他们证得了无我 因为他们懂得这个我 只是在人间的一个名称而已 今天你可以叫张三 明天可以叫李四 所以在行博当中 我们说修行人只是一个称号 所以为什么法师出家之后 要有一个新的名字啊 因为原来的我 已经脱胎换骨了 已经没有了 所以有个新的名字 那修行的新的名字 才是你真正的灵魂 虽然是个假名 但是你在修行当中 你找到了真正的佛性 那么才是我们灵魂 灵魂境界的归宿啊 所以一个人灵魂境界 有没有归宿啊 有的呀 你到底想做什么样的人 你到底想学什么样的佛 所以师父跟大家讲 一个人的灵魂 真正的境界要干净 你一辈子就没白活 很多人活了一辈子了 研究了佛法 学了各种的法门很多 但是他没有得到 真正的灵魂境界的归宿 你到底归一什么 这是很重要的 当年佛到了八十岁的时候 在那个年迈 体罗涅槃的前夕 佛陀呢 那个时候让他的弟子啊 反而要学习 常乐我敬 为什么佛陀要让我们的弟子学 常乐我敬呢 因为佛平时都跟我们弟子讲 苦空无常 但是到了最后 佛陀让我们弟子要学会 常乐我敬 为什么会告诉我们这些 因为苦那是无常的啦 所以空就是要学会快乐 都是对贬的啦 然后无就是因为有个我字 所以你才痛苦 今天你学会无我了 佛陀就告诉你 你会快乐啦 所以常就是长久的 无常就是让我们要学会 因为我们心要干净 我们要习惯于无常的世界当中 这个世界无常 这样你才能修到 无我像 无人像 无众生像 无受者像 这就是无事像 这就是告诉我们 要把世界上的一切要看空 你懂得事事无常 你也要懂得转苦为乐 你要懂得去除我像 而一个假我的存在 是借假修正的我 然后让你修出你的自信 修出你的干净 那常乐我敬了 所以师父让你们 把一切看空 要学会放下 你就是在做人间的菩萨 空到连自己都找不到了 所以很多人讲话 顺着别人讲 没自己的观点 他不得罪人呢 也很好啊 对不对啊 但是不能没原则 那么在学博当中 要空到 自己都找不到 什么意思 就是无我像呀 你看看我们现在人的毛病是 面子太重要了 你看我们的面子放得下吗 你看师父叫我们 很多佛友你放下 他都懂放下会解脱痛苦 但是只要一做事情 他马上我这就来了 我要干嘛 我要干嘛 接下来他就痛苦了 所以一个真正学佛的人 要找不到自我 你才能真正找到生命的本源 去要这种面子干嘛 死要面子活受罪 你看看你们一辈子 从小长到大 你们要了多少年的面子 到今天还要面子 改个缺点还要面子 没有一件事情你们没理由的 这就是你们已经在八十田中 种下了 我像 这就是佛 这就是佛为什么叫我们要去除四项 要让我们找到九世田中 这个阿摩罗世当中的佛性 因为只有佛性是无相的 因为只有佛性 它在你的本性当中 那是永恒不变的 所以佛所说的这个常 是对无常而言的 乐不是苦的 快乐不是苦的 得到的人 离苦了 因为离苦的人 他才会快乐 这句话大家一定要记住 乐不是苦 对呀 快乐不是苦啊 得到的人离苦了 离苦是不是 得快乐啊 因为离苦的人 他才会快乐 所以快乐 永远不会是苦的 所以很多人说 我很苦 但是我也很快乐 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矛盾 所以真正能够理解佛法的人 要懂得离苦了 才能快乐 你今天放下了 你舍弃了你身上的烦恼 舍弃了你的贪嗔痴 你才能真正的快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